恶男白佛言 世尊一切世间 十类一生 从将世心 居在身内 总观如来 清零花言 宜在佛面 恶男呢 这一段文就不是执行大吐 这是弯曲心 怎么说呢 恶男白佛言 恶男呢 对佛这么一问 心在什么地方 眼睛在什么地方 哦 他手足无措 这时候他就不知怎么打好了 但是不知怎么打好了也就讲了 照着现在状况来讲了 于是就说 恶男白佛言 这佛说 世尊一切世间 相信这时候 恶男说话声音是很小的 不会很大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把握 自己没有把握 他不知道是对不对 不过他就知道这么样子 照这么样的答 啊 好像又想要说 又不敢说的这样子 你想一想 这个情景当时一定这样子 他说 说话声音很小的 这世尊啊 这世尊啊 这世界 一切世间啊 十种一声啊 十种一声啊 在后面都有讲的 现在先不要管它 就是台南诗话 有想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金刚经常来说的 这个地方 本来十二类的众生 他这有一个无想 有一个无情 嗯 非有想 非无想 那么 现在啊 现在啊 就单单讲这个 十类一声 十类不同的 不同的众生呢 在后面呢 分析的很清楚 所以呢 现在 嗯 就这么讲一讲 通语实行 因为现在要是在此地把它讲啊 到后面那个文称啊 就没有话讲了 实行 通讲实行 一起愿 用的这个实行 这个实行 什么叫实行 就是生灭行 就是分别行 分别忌惑 这是一种实行 啊 居在神内 说啊 这十类的众生 十类的一声 嗯 十种的众生 他的心都在他身里边 这是他不说他自己 说十类众生 他说他自己 恐怕那个和其他的众生又不同了 他说这十类的众生都是这样子嘛 不是单单我恶难一个人 啊 这里边呢 就包藏着一种狡辩的性 狡辩的 这谁都不知道啊 这个心就在身内嘛 呃 纵观如来呀 我现在呀 详细看一看 纵观呢 我就把头伸起来 望一望 这叫纵观 纵观呢 就是众目 圆眺 我现在看看 呃 世尊你呀 纵观如来 青莲花眼睛 你的眼睛是青莲花眼呢 佛的眼睛好像青莲花 那么光明啊 修广啊 啊 发生的光明修广 很长的 呃 这个眼睛那个地方 好像青莲花似的 所以叫青莲花眼睛 纵观如来 青莲花眼睛 一在佛面 也在佛的脸上啊 你这个眼睛啊 这怎么你还要问我呢 啊 这无形中就是脖嘴呢 就是要说 你这都现成在这 你怎么还问我呢 啊 但是他没敢正式公开这么讲 就说 纵观如来 青莲花眼 一在佛面 在佛的脸上 这眼睛在这个脸上嘛 那心就在这个身里边嘛 就是恶难达腹 我既观此乎根似藏 至大愿 入世世心与身内 我既观此乎根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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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词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呢 伏根似臣 怎么叫伏根呢 伏根似臣 就是眼耳鼻舌这四种 伏根是在外边 在这个面上 很显明的可以看见 所以伏根似臣 是在我面上 这四种东西都是在我面上 言耳鼻舌 若是实心 我现在再想一想 我这个分别的实心 能知道好丑善恶这个实心 实居于身内 实实在在的 他住在我身的里面 这是恶男人 答复佛所问 这样子 答复 佛高恶男 如今现做 入来讲堂 观七托灵 今后所在 世尊十大层阁 佛清静讲堂 在义无缘 今七托灵 是在堂外 佛听恶男说是 他的心在身里边 严静就在面上 佛先不答复他这个问题 佛又告诉恶男 又问他了 什么呢 佛告恶男 如今现做 您现在坐着 如来讲堂 您在这个地方坐着 才坐到佛的讲堂里边 观七托灵 你看一看 这个战胜的太子 这个树林子 今何所在啊 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若男呢 听佛这样问他啊 就答复了 说是尊啊 慈大重阁 这是这个 大的重阁 怎么叫重阁呢 重楼 重楼要阁 就是在这一个房里 再加上一层 广东话叫阁仔 这个叫 正式的文言 就叫重楼 重阁 慈大重阁呀 这佛的这个大讲堂啊 清净讲堂啊 这么干净的 这个大讲堂 在 济古园 在这个济古读长者 这个园里面 进 七托林 现在 你所说这个七托太子 这个树林子 是在堂外 在这个讲堂的外边 佛问他 说这个七托林在什么地方 你在这个讲堂里边坐的 那么 这个七托林 你看一看七托林在什么地方呢 若南就答复他 说啊 这个清净讲堂 大家住在这个地方 在济古园里边 这个七托太子这个林呢 是在这个讲堂外边 是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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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堂中 幸福可见 世尊 活在堂中 先见如来 赐过大众 入世外望 光足 世尊 是释迦牟尼 是释迦牟尼听见热南说 他的福根素尘 这个掩耳鼻舌 这个甘生出啊 这个 是释迦牟尼 这个四尘 有这个福根在这个外边呢 住在这个甘生出这个尘 是释迦牟尼 证明啊 他这个实行在身里边 佛呀 就问他 所以你现在坐在这个讲堂里 你先看见什么 这个七托林在什么地方 那么恶南呢 就告诉他 就是在这个讲堂里边呢 才能看见这个民远 看见外边的这个 这个七托林在讲堂外边 我呀 就 就对他讲 说恶南 如今堂中 你现在在这个堂里边 啊 先何所见 你首先看见什么 在这个台里 讲堂里边 啊 这是问他 因为他说啊 经在身内 然后啊 佛就问他这个堂里边 先看见什么 这个恶南呢 就答复使 恶 说了 说世尊呢 我在堂中 先见乳南 我在这个讲堂里边呢 我所先看见的就是佛 就世尊你 赐观大众啊 我其次啊 就看见这个大菩萨 大俄罗汉 这些个听众 我看见这个 入世外望 我像这样子看呢 我先看里边 然后再向外边一看 光主 这个主啊 就是望 我现在才要看见的 也就是看见 看见外边这个七托林 和这个祭古诸园 这恶南呢 是这样的 佛的所问 我也又说了 说恶南 如主临缘 因何有见 是尊此大讲堂 忽悠开合 故我在堂 得远 展见 佛问恶南 说你呀 你主元灵 你看见这个七托林 和这个祭古诸园 因何有见 你怎么看见的 你因为什么你看见的 是尊此大讲堂 问这个 问恶南 你说这个佛 一趟比一趟 好像不讲道理性 但是这里头有深意 咱们要问深的 一言就知道了 因何有见的 世尊 恶南呢 又答复 佛说了 此大讲堂 这个大讲堂 户又开合 这个有窗户 有门 户 就是门户 又 就是窗 开 就是开开了 刻 刻就 刻然 通达了 通达 刻然通达 因为户又开合 所以我在这个堂里边 门也开着 窗户也开着 故在堂 得远 展现了 所以我在这个堂里边 也就看见外边的东西 看见西托林和祭谷者园 身在讲堂 忽悠 贪恶 和 圆主令员 已有众生 在此堂中 不见如来 见堂外德 若难答言 世尊在堂 不见如来 能见 零权无有事 图 这一段 就是 图 来 设一个问 来反论 若难 国告若难 国告从若难说 如如所言 是你说的很对的 你说的 这话 如如所言 假如 就像你所说的这话 这样子 身在 讲堂 身在讲堂里边 忽悠开合 圆主临缘 你身在里边 才能看见 这个 奇托林和祭谷者园 已有众生 已有啊 就是 也有 也有 一种 一种的众生 在此堂中 他在这个 讲堂里边 不见如来 他看不见如来 见堂外的 单单就见到堂外边 这个林园 啊 有没有这么个道理呢 问了若难 若难 若难发言 若难就说了 可世尊啊 在堂不见如来 能见林犬 虽然无有事处 说这个 如果有 有人在这个堂里边呢 而不见如来 看不见事处 而单单见了这个堂外边的这个林犬 树林子和这个全景 无有事处 没有这样的 不会的 他要身在这个里边呢 一定就会看见佛的 看不见佛 而看外边 这个是不对的 没有这个道理 很决定的 这个答复了 啊 而若难 如以如是 这个 若难这么样答说 这不对的 佛就告诉他了 说若难 你呀 你就是像这个众生似的 在这个堂里边 看不见佛 我只看了外边 你就如以如是 你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这样子 如以如是 如知心灵一切明了 你的心灵一切明了 你心啊 你这个心为万物之灵 人为万物之灵 心为人的万物之灵 一切明了 如之心灵啊 你心灵 这个灵啊 心灵还是那个实性 一切明了 若如现前所明了心 你现在呀 所明了的这个心 假如你现在 所明了这个心 实在身内 实实在在的 你说他在身内的话 而实 先和了知内身 你先应该呀 知道你身子里边都有什么 都怎么样子呢 你先和了知内身 你身子里边 内身就是身内 颇有众生 先见身中 后观外物 颇有这样的众生 颇有啊 就是能不能有这样的众生呢 能不能有这样的众生 什么样呢 先见身中 后观外物 先呢 看身里边的东西 然后啊 看外边的东西 有没有这样的众生呢 这又有可能 因为可能 这个佛呀 说如以如是 知道恶难呢 还没领会到 还没有知道 这个真心的本体 是什么样 还是在这个妄想心呢 诗心上用功夫呢 所以佛呀 就又说这一段文 总不能见 心肝脾胃 招生伐掌 金转脉摇 称何明了 好 如何不知 必不内之之外 总不能见 你说你这个心在身内 见也在身内 你见在眼镜上 那么你在身内 你应该呀 眼镜看见 心里就知道 你心在身内 就应该知道 你的心肝脾胃 是怎么样子的 你应该看不见 你既然看不见 里边的东西 你看不见 心肝脾胃 你看不见 那么外边 这个脚生 脚就是这个指甲 指甲 指甲 生 它每一秒钟 生多少 你应该看不见 法长 这头发 每一秒钟啊 长多少 你也应该知道 是你金转 你这个金 它转动 脉油 这个脉动 它 你都应该明白 称何 你都应该知道 如何不知 为什么不知道呢 为什么你反 里边也看不见 外边你也看不见 你为什么不知呢 必不内知 你一定说是 里边不知道 那么你这个人 在里边 你心在里边 你里边的事情 都不知道 你怎么又知道 在外边的事情呢 是故应知啊 因为这个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个 故啊 之所以 因为这个啊 所以 应知啊 你应该呀 知道 知道什么呢 如言 较了能知之心 你说啊 能较差 分别 思量 能知 这个心呢 住在 身内 无有事夫啊 你说这个心在里边呢 是不对的 你这个理论 是立不住的 所以他 现在才正式 答复 他这个心在内 是不对的 这用种种的比喻 种种的理论 来呀 形容啊 然后 再说出 他这个心 是不对的 在内 这一天 感谢观看